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把习近平对比成戈尔巴乔夫 从法到现在也依然可以这么对比 但是没有叶利钦 这是当时苏联解体时的场面 诱发的场面 叶利钦当时是作为俄罗斯的总统 苏维埃在开会的时候 戈尔巴乔夫在发言的时候 在发言的时候 他直接冲上台去 然后就把戈尔巴乔夫发言的稿就给撕了 然后他指责戈尔巴乔夫 这是当时出现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 在俄罗斯的被 俄罗斯是最大的苏联的联邦了 然后里面包括乌克兰 白俄罗斯还有一个 大概是三四个 三四个当时的联盟的联盟的国家 因为他就所谓联盟嘛 联盟的国家总统 来站出来反抗他 那这是当时出现的故事 那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当时出现说 他没有能力出现说 下令把把这个叶利清抓了 没有 根本就没有 那后来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技术文章 一个评价文章 我们就简单这么说了 戈尔巴乔夫今年也没有了 叶利清早就没有了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25年的时候 曾经描绘过说 当时的叶利清是野心 个人贪权 原因就是他没有 没能够使得他进入政治局 跟现在的共产党光 这个肩价结构类似 没有进入政治局 所以这是当时他提到说 而这个做法 他认为这个做法 是背后一小说本身反对他的人 反对他的人 反对也就是党内的反对势力 促成了这么个故事 这是当时戈尔巴乔夫的评价 在濒临瓦解之际 他说是一场大戏 一场大戏 那叶利清是个野心家 自己没有进入政治局 所以就联手白俄罗斯 乌克兰 逼迫自己放弃 今天的国家规模 所以这里这个故事很有趣的 那你今天现在看到的乌克兰 你今天看到的乌克兰 俄罗斯跟白俄罗斯之间的故事 跟当时是一样 跟当时是一样 所以它是一个宗教的问题 推翻当时解体共产党的 解体苏共的 是俄罗斯 白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三位总统联手 促成 那今天的西方社会 把乌克兰给干掉了 意识形态给干掉 才出现我们现在看到的故事 我一直跟大家解释 它是把这个叫俄国的东正教给毁了 所以是西方左派势力 在毁掉俄国的东正教 俄罗斯东正教 而俄罗斯东正教的基础在乌克兰 那今天乌克兰的总统 用自己的下半身去侮辱他 就这故事 没什么的 所以永远是这样的故事 所以为什么说战争永远跟宗教相关呢 这是人笨 人的文化的低下 永远是零与肉的战争 永远是零与肉的冲突 当肉与横行的时候 就是魔鬼称霸的时候 当魔鬼称霸肉与横行的时候 这就不是人了 所以就会遭遇到大规模的这种洗礼 就是人将被大规模的淘汰 就是那他不是人了 那没什么可讲的 很正常 你从这儿 这是当年解体时 你都可以看到这故事 所以他就提到说 逼迫自己放弃当时的苏联 解体苏联 而瓦解苏联是一种政变 叶利钦一时贪权 不顾国家利益 我们身后有人背信弃异 明明说好点一只香 点一只香烟 结果给烧了 他们无法透过民主达到目的 就发动了一场政变 你可以这么解释 你可以这么解释 站在戈尔巴强夫的角度来讲 他没有能力去面对叶利钦 没有能力面对叶利钦 这是当时的故事 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叶利钦当时站在坦克上 那在发展第二天是第三天 军队呢 其实苏联动用了军队 包围了议会 结果就要攻打议会 这是坦克了 后来叶利钦出来自己登上坦克了 那自己登上坦克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那在当时的故事来讲 就是一个把他推崇为英雄 推崇为英雄 也就是为什么最终俄罗斯走到这一步 叶利钦走到这一步 那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普京还没有出来 只能说那个时候普京还没有出来 以至于延续到后来叶利钦的女婿 那发现了普京 然后介绍给叶利钦 前后的故事是这 那结果现在的 现在的普京呢 又回想当年的 整个苏维埃联盟 就是当时以俄罗斯为中心的 俄罗斯人为中心的 这种大的这种 叫沙皇也好 怎么样也好 我觉得都可以 那这里讲述就是 现在的背景 跟当时的背景 是有的一笔的 习近平把 既把这个王岐山压了 又把江泽民 又没让江泽民露面 那我们看到的其他呢 朱镕基没有能力 那其他的元老 基本都俯首称臣了 而在整个会场的环境中 只有他一个人 二十大只为一个人 只为他一个来欢呼 二十大的这种 为一个而欢呼造成 整个社会就整个上下这种崩溃 就上下这种对立 是显而易见的 那现在的问题就出现了 有没有可能会出现 有没有可能会出现 中国的叶利青 谁有可能 看不着 只能说看不着 那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不拒绝 我个人不拒绝 因为就像四通的那个人一样 没有任何人想到 四通那个人 以这样的方式出现 没有任何人 但现实的环境中 谁会是中国的叶利青 不好说 我只能说不好说 而如果出现了 就像习近平在发言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人站出来 走到他跟前 把他发言稿撕了 当有这样的动作出现的时候 全场就哗然了 当然从这个环境当中 如果有这样的人出现的话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 可能会有警察呀 会有其他人出来 去把这个人给摁在地上 即使是李克强站出来撕他的 也会有人把李克强摁下来 有可能 另一位是王晤宁 是这个王小洪 都是一群姓王的 围着他周围 是王小洪在周围他 周围他所做的一切 王小洪 王沪宁 王岐山 都是姓王的 对不对 在这样三横一树 所以这一树是谁 有可能是这样 但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话 他的后续的影响是 就是没有人知道 后面将会发生什么 他可以把它摁下来 但是事情就真实的展现了 那谁是中国有没有 中国有没有当年的叶利清 中国有没有当年的 现实的叶利清之后的苏联的解体 和中共 我们就讲中共体制的崩溃 那我个人只是一种感触了 就是说应该有 但是谁 不知道 那这样的方式出现呢 会在整个国际社会中 带来巨大的影响 因为 以一个人的方式 去挑战这个体制 那现在所有人都恨习近平 但没有人敢碰共产党这个体制 这是今天的关键所在 就像我们节目中早就跟大家解释了 习近平把党装在兜里了 党把中国人民装在兜里了 那中国人民呢 要在全世界称霸 中共国民要在全世界称霸 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对吧 很奇怪的东西 而人们呢 中国人会说呢 没有共产党我就会饿死 所以共产党救了我 共产党是大救星 毛主席是大救星 成为了这么一个怪胎怪圈 这种怪胎怪圈的逆反的故事 会促成崩盘 但没有任何人说这会崩盘 因为你想干掉 任何想干掉一个习近平的人 都要把共产党台子拆了 任何想干掉习近平的人 都要把共产党台子拆了 就像当年叶利青 那格尔巴强夫讲的很清楚 是因为没有把它纳入到政治局里面 所以他不干了 那就对啊 那我叶利青要做 要起码你得给我政治局委员嘛 你不给我政治局委员 那我就把台子给拆了 所以现在谁能拆这个台子 那好 我说真的把这个小事都抵达了 哪个小事呢 有几个小事 我今天帮你们 上脑看你 你帮我 你帮我 我们今天帮你 你帮你